记者陈宜家台北报道,中国民航局施压外籍航空公司,共44家已妥协更改台湾名,包括原先不肯屈服的美国三大航空公司美国航空,联合航空与达美航空,在今天的最后期限前,已正式移除官网上台湾国名。 不过,达美航空也同时移除中国国名,联合航空更悄悄于香港繁体中文版本的网页中,维持台湾TW国名。 有眼间网友发现,达美航空网站更懂后,不仅拿掉台湾名称,更连带移除中国名称。 无论中国、台湾中文版本或英文与其他语言版本显示,台北TPE后已不见台湾TW,但中国各城市后也不见中国CN,换作其他国家城市,后方仍维持显示国家名称。 记者实地查阅网站,联合航空做法更进一步,台湾、中国的英语、中文版本网站中,拿掉台湾国名,但保留中国国名,而英语与其他语言版本中,则同时拿掉台湾、中国国名。 不过,有趣的是,若选择香港繁体中文版本,网页显示截至目前仍然保留台湾TW国名,而美国航空则是在各种语言列显示中,都拿掉台湾国名,但中国则有保留国名。